我是一名世界著名的胸腔外科医生,作为名人的我也是有烦恼,坐在飞机上有美丽的空姐索要签名,刚下飞机就遇到被躺卡住的小男孩,我义不容辞地出手了,出了机场就被记者团团围住,可是我并不想耽误见我女儿的时间,因为长时间忙于工作,我也属于对女儿的照顾,女儿对我也有不少意见,这次为了女儿过生日,我买了不少的礼物。 虽然女儿嘴上说生气,但我也知道女儿很开心我能陪她过生日,就当快要到目的地时,我遇到一场车祸,我一直秉承着救人是一生的唯一职责,我停下了车过来帮忙,出租司机重伤,后座上的女士已经死亡,我对司机做了简单处理,当救护车来后,我就打了电话给女儿,没想到接电话的是一位男生,我隐隐约约听到声音是附近传来,当我看着躺在单架上的女儿,我整个人都傻了, 诡异的是,下一秒我又出现在飞机上,难道刚才发生的是一场梦?我按照梦中场景的经历先给空姐签名,然后救下被躺掖着的小男孩,我望着同样给我找零的收费员,我猛然惊醒,我不顾一切地开车往女儿那里赶,可是女儿还是躺在血泊之中,我没来的鸡杯上,又出现在飞机上,我终于知道这是轮回,我提前抢下小男孩的躺,并和女儿取消约定,还抄劲道,可是女儿还是死在我面前。 几次失败后,我系下了出租车的电话,并提前告知她会有车祸,但对方并没有当回事,这次我看到女儿,亲眼目睹女儿被出租车撞飞,我心如刀割,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,老天一次次地惩罚我,我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,我跪在地上自责不已。 就在这时,一个男子狠狠地揪住我的衣领问我,为什么每个人一样,就你不一样?原来这名男子叫小强,他是一名医护人员,出车祸死在后座的女子就是他的妻子,他也从妻子死后那一刻不断地经历着诡异的轮回,经历几次后,他也发现我和其他人不一样,他望着心爱的妻子不断死去也几经崩溃, 这次我和他商量对策,我先在新闻上告诉女儿不要去意大利面殿,换到中央公园见面,而小强则假装被出租车撞,为造成出租车司机肇事逃逸,提前让警察在事故现场布防。 当我十二点到达红绿灯时,我发现这里并没有车祸,我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,我不由地松了一口气,小强知道也轻松不少,我们还相约一起吃了个晚饭,我顺利来到公园,我在电话里向女儿承诺, 以后每天早上都会送他上学,每顿饭都一起吃,就当我飞快地朝女儿方向奔跑时,却接到奇怪的电话,他说我女儿三年前就会死,只不过换成现在,我听后瞬间急了,我想立刻找到女儿,当望着驰骋过来的出租车,我选择护着女儿,我也被撞死了,原来轮回的不是我和小强,司机也在这一天轮回,他是故意要杀死我女儿和小强的妻子,这次轮回,我和小强兵分两路,我去医院查阅当年资料终于想起, 三年前,我女儿有严重心脏病,原本打算捐献人却突然拒绝,我很绝望和自责,就在这时,医院来了一对车祸父子,小男孩恼死父亲重伤,我伪造了无偿捐献书,还让昏迷的父亲按了手印,而父亲就是那位司机,而小强那天晚上开车没注意,司机为了躲避小强的车,发生了车祸,而且小强因为害怕耽误了小孩救治时间,所以司机也很记恨小强,想起曾经试图忘记的往事, 我不禁泪流满面,我不知道该不该还做每次都是失败的结果,也许只有救下司机才会结束这永无止境的轮回,而饱受折磨的小强决定先一步杀死司机,我抱着只剩一口气的司机来到医院,我向他道歉,并说每个父亲遇到我这样情况都会这么做,司机却说如果你是我,你会复仇吗? 我无言以对,只能一次又一次道歉,我望着墙上的石钟愣愣出神,我终于知道了,司机是这场轮回的关键,可是小强却要杀死他,在小强的耽误下,我终于在司机撞上女儿之前拦住了他,我知道只有救下司机这一天就会结束,不然司机无论死多少次,这一天都会轮回,因为这一天轮回是司机儿子一天为了救爸爸所营造的,我拼命地挡着小强,在纠缠之中,我被小强刺中了,我说只要我死了, 这一切都会结束,也为我曾经的过错赎罪,女儿和小强的妻子都会没事,可是司机却慢慢向我的女儿走了过去,就在这时,汽车爆炸了,没想到司机却把女儿保护在怀里,我再次醒来,我知道这一次再也不一样了,而小强望着失而复得的妻子,像一个小孩一样地哭了,并改变了初中,愿意把孩子生下来,并把孩子起名叫一天,而我选择在记者面前坦白曾经的过错,我知道我将要面对怎样的生活, 但我无怨无悔